今天咱们就用鸡蛋来吃饭咱们的猫鱼了 平时都看到蛇吞蛋 很少看见鱼吃 为了试验它们是不是挑食 先来点白菜叶 嘿呦 泡沫 看来还是很方便的 来吧来吧 那你们准备好了 现在收鸡蛋 重视准备 也不知道这个境遇后 能不能把鱼给咽死 不管了 咱们先来一个试试 大猫呀 你可千万得中气 这笔鸡蛋给咽咋了 来吧 看人狠心 走你啊 我靠 啥情况呀这是 这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没想到呀 被咱们家的黑帝王雷龙给一口吞了 而且这个蛋黄蛋液 都顺着塞包给一流出来 我说大哥 我也就两天没有喂你 咱又不用这么生猛呀 这本来是给张三邦的鸡蛋 就算被他给结活了 而且现在直接是 鸡蛋变成了烟雾蛋 我感觉这钢水是不能要了 既然水已经要干了 那么这个鸡蛋也不能流了 猫哥呀 你没可得准备好 这次千万不要再被抢走了啊 起开你啊 来吧 走着 哎呦我去啊 坏了 不小心碰到了鱼缸上 没事 咱们再换一枚鸡蛋吧 咱们这边还多的是 猫哥已经跑到了里面去 咱们投掷的时候 可得瞄准一些 来吧猫哥 过来 天哪 差点又被黑帝王给秒了 我说大哥 鸡蛋在这里呢 你去瞎找啥呀 捞出来 重新荣 得嘞 又被黑帝王给抢了 我就纳了闷了 黑帝王这货 就这么爱吃生鸡蛋 愁愁这钢水 我估计这个消化系统 已经完全的崩溃了 为了让消化细菌 能够更多的残存下来 这里又得用到咱们这款 撤廊的小黑盒 重氧泵了 由于它的出气量大 而且拥有睡眠式救阴 看下这个沙牌冒出来的气泡 是如此的细腻 所以必须给它放进 咱们的母鱼缸装 给消化细菌 提供足够的氧气 让它们存活 如果你的鱼缸过滤不够强大 消化细菌健力缓慢 不如适用一下这个重氧泵 一定会让你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要是为它的气量 能有多大 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看见没有 短短的几秒钟 就能吹起一个塑料袋 这出气量 比我用嘴吹都快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看见没有 种钢水是完全清潮的 这要是跟刚才比 完全是天差地点 怎么样兄弟们 这个小黑盒冲小抱 是不是很哇塞呀